Hello,各位小伙伴,大家好,我是林松,今天是2019年11月22号,星期五,郑文杰火了,那真的是彻底火了,火得难以想象啊,就是各位网友真的很难想象,一个普通的年轻人,一个嫖客,居然能火到这种地步,在风月界,郑文杰作为这个,呃, 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工作人员,他现在的地位啊,真的有点堪比当年在大宋变良城奉旨填词的,然后穿梭于花柳相的这个刘勇柳三变啊,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雇员郑文杰嫖娼的事情呢,昨天又有了新的进展,这个事情呢,本来大家都已经淡忘了, 但是呢,郑文杰自己呢,又把这个事情给挑起来了,他在接受BBC记者专访的时候,大吐苦水,然后呢,说自己在拘留期间,被殴打,被虐待,被剥夺睡眠,然后呢,被套上头套,戴上眼罩, 然后还要半顿做很多很高难度的姿势,然后呢,感觉像是什么上了辣椒水啊,然后坐老虎凳一样,反正呢,就是听上去啊,感觉是挺可怕的,但是呢,当天啊,后来,这个人民日报公布了一段审讯,这个,呃,郑文杰的视频,把这个事情呢,彻底推向了高潮, 其实啊,在我看来,郑文杰啊,就是他被释放之后呢,沉寂了一段时间,然后呢,他最近呢,又主动来挑起这个事端呢,一点都不意外,因为他在八月底啊,就是被释放之后呢,就是他,就是,呃,消声匿迹了, 但是呢,我们可以看到,他在社交媒体上呢,并没有消声匿迹,他曾经啊,还换过这个Facebook,这个社交媒体的一个头像,然后呢,换成了一个什么,呃,跟香港有关的一个头像吧,然后呢,他还发言说要力挺香港,而且啊,就是你看到郑文杰这种人啊,他就属于一种跳梁的小丑,所以呢,他既然是个跳梁的小丑呢,他就肯定会要把这个事情呢,继续拿这个事情, 来炒作,拿这个事情来作秀,所以呢,他之前的那个消声匿迹,这个躲起来啊,完完全全就是假的,所以呢,就是,各位不要被他的这种小的伎俩给蒙骗了,郑文杰啊,真的是一个傻逼,他真的不要脸,一开始啊,郑文杰就是因为嫖娼,在深圳被抓了,恰恰是因为他自己,恳求深圳警方,为他保密,不要通知家属,所以呢, 所以呢,中国政府,包括深圳警方,包括罗湖公安,就是一再帮郑文杰背锅,宁愿遭受无数西方媒体的攻击,打压,包括英国政府,英国外交部的谴责,也坚持不把真相说出来, 但是呢,没有办法,郑文杰呢,碰伤了猪队友,就是郑文杰的家属,包括郑文杰的家人,郑文杰的女朋友,包括郑文杰的工作单位,还有港台媒体,西方媒体等等,他们根本不领情,一方面呢,不断向中国政府来施压,逼中国政府说出真相,另一方面呢,要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来放人, 然后呢,释放郑文杰,那中国政府当然没有办法,然后呢,只好向全世界宣布了这个真相,由环球网和人民日报发布了视频,然后呢,披露了这个事情,从头到尾的一些原因,明确点明郑文杰,是人在深圳嫖道失联,就是嫖娼嫖道失去联系,英国政府啊,还有港台媒体啊,还有西方媒体啊, 本来啊,想趁热吃郑文杰的这个人血馒头,原本想把郑文杰,然后呢,当做一个攻击中国的工具,把它当成攻击中国的一个桥头堡,没想到呢,求锤得锤,搬起石头,砸了自己的脚,这个英国的外交大臣啊,多米尼克拉布,昨天上午,还在这个英国驻中国大使馆的官方微博上, 发消息,强烈谴责中国政府,通过外交渠道,说郑文杰受到了委屈,受到了虐待,要求中国政府彻底查明真相,给郑文杰一个交代, 结果呢,当天下午,这个环球时报,包括人民日报,把这个郑文杰嫖娼的这个视频,包括证据,通通放出来之后,英国政府,包括英国的外交大臣被啪啪啪啪,狠狠的打脸,然后偷偷摸摸,把这个微博给删掉了, 各位,如果你想看这个英国大臣,包括那个英国驻华的这个,驻华大使馆的发的那个,就是大使说的话吧,谴责这个中国政府的那些言语, 然后呢,你可以去我微博上,然后我的微博上有这个,当时的这个,呃,言语的这个,语言的这个截图啊,各位可以去围观一下这个,呃,英国的这个外交大臣是多么多么的失态,多么多么的很愣的一种感觉啊,各位可以去围观一下,对于这些事情呢,我们只能哈哈哈哈大笑,说一句,活该啊,活该,活该啊,郑文杰,活该啊,英国外交大臣,真的是非常搞笑啊, 有些人啊,真的是给你脸,你不要脸,稍微放松一下,他们就开始得意洋洋了,郑文杰就是这样的人,那么有很多朋友啊,问题就来了,那为啥郑文杰有三次都是去同一个会所呢,那么下面呢,我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下这个技术分析,首先啊,从这个视频当中来看, 从郑文杰去这个会所来看啊,肯定不止三次啊,郑文杰身经百战,那是见得多了,深圳的哪个高档会所,郑文杰没去过呀,只是被警察抓住这一回啊,去这个会所,是去了三次,三次呢,都是去同一个地方,这个地方呢,已经被广大的热心网友,给扒皮扒出来了, 就是位于深圳市罗湖区的沥水云间休闲会所,各位可以去网上搜一下,这个说明啊,就是郑文杰对这个会所呢,是非常熟悉的,而且肯定是常客,一般而言啊,作为一个会所的常客,在一个地方呢,都有固定为他服务的这个技师,他可能也会去点,会去找这个固定的这个技师, 郑文杰去这个会所消费的时候呢,应该是尝试的,应该是享受一个叫点台的服务,那什么叫点台的服务呢,我给大家解释一下,就是如果你去了这个会所,到了之后呢,老板招呼一堆这个一排啊,这个很多个技师出来给你,然后呢,你随机挑选,这个叫选台,顾名思义,就是说,各个地方的叫法可能不一样, 但是呢,意思就是说,这么多人,你随便选一个,你自己挑一个,那么郑文杰呢,肯定是一个常客,所以呢,他在这个会所呢,是有固定的,自己比较重义的那位技师,或那么几个技师,这些技师呢,一般肯定都是不透露真实姓名的,但是呢,都有自己的这个编号,所以呢,郑文杰作为熟客,他去了之后,他就直接可以报这个编号,就可以找到自己熟悉的那个技师, 来为他服务了,一看就知道郑文杰是个老手,而且,一个月啊,其实准确的说是两个礼拜,去三次,这个确确实实,已经算是风月场的老手了,可以说是老司机, 对郑文杰,这种香港青年,这种很有正义感的香港青年来说,那肯定是五大项目,缺一不可,推油,按摩,足疗,冰火九重田,沙漠风暴,一箭穿新,山路十八弯等等,五大服务,缺一不可, 郑文杰是一位老客户嘛,对吧,所以这个会所当然不能亏待老客户啦,好,下面的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来了, 那郑文杰为什么每次大概从他到达会所,到离开会所的时间,大概是两个多小时呢,难道郑文杰真的是待机时间超长吗, 那这个问题呢,其实很简单,一句话就能够解释了,两个多小时啊,是包含各种各样服务的时间,还有聊天的时间, 所以呢,就是时间是两个多小时,但是真正的那些时间呢,可能也不是很长,所以呢,就不用去多想了吧,反正这个大家都懂的,你懂的OK, 好,那么第三个问题来了,为啥郑文杰被拘留是15天,不是12天,也不是8天呢? 下面呢,我也给大家来说明一下,郑文杰啊,被拘留15天,是因为他的行为呢,已经属于多次违法了,不是一次,是多次, 而且呢,情节呢,相对来说比较严重,这个一般来说啊,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,这个情节比较严重的, 会被拘留10日以上,15日以下,并处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,5000元人民币啊, 至于罚款啊,对于郑文杰这种人来说呢,肯定是毫无作用的,因为郑文杰本来是香港人, 而且呢,他作为这个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的这个职员,薪水方面呢,肯定也不会很低,不低, 所以呢,区区5000块的罚款,对于郑文杰来说呢,真的是没有什么,呃,没有什么,就杀上力吧, 所以对他来说真的是不足以,呃,不足以谈起,对于郑文杰这种人和他的这个身份, 还有他的工作单位来说呢,只有拘留才能够对他有一些威慑力, 所以呢,罚款起不到作用,有用的呢,就是拘留, 深圳警方在传唤和处罚他的时候呢,并没有通知郑文杰的家属, 真的太人性化了啊,按道理,按照这个治安管理条理, 这个警方呢,应该把这个传唤的原因,把这个拘留的原因呢, 呃,呃,及时的通知家属,而且把这个,呃,当时的这些情况呢,应该通知家属, 如果这个,呃,犯罪嫌疑人呢,他不提供家属的联络方式, 或其他原因无法通知家属的呢,这个警察呢,会把这些事情呢, 记录在案的,也就是说,即便是郑文杰要求不通知家属, 警察也是可以不理会郑文杰的这个请求, 还是可以通知家属的,所以,而且通知家属这件事情呢,呃, 呃,在法律上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我们从报纸啊, 电视上啊,还有各个渠道啊,都看到过无数的镜头, 就是有些嫖客在这个现场被抓了之后,哭着喊着下跪, 要求警察,呃,不要通知家属,这个大家都知道的, 就是看过电视,看过新闻,肯定都看过这种场面, 但是呢,深圳的警方真的非常非常人性化, 非常非常照顾这个郑文杰,真是给足了郑文杰面子,呃, 就是没有通知家属,然后呢,还帮他保密, 然后呢,还维护他的利益,但是呢,就是郑文杰这个, 这个人啊,真的是不要脸,然后呢,得了便宜还卖乖, 出来之后,就胡说八道,面对这个新闻记者, 开始抹黑深圳警方,抹黑中国警察的形象, 整直是坏透了,所以呢,这个警方呢, 为了维护自己的清白,就只好公布郑文杰当时嫖娼和被审讯的这个视频了, 我们想一想,如果当时深圳警方没有理会郑文杰的要求, 依然通知家属,你想想郑文杰现在还会这么嚣张吗, 还敢去抹黑深圳警方吗,如果郑文杰再继续嚣张, 再继续胡说八道,那么深圳警方完完全全可以公布郑文杰当时被抓的时候, 那个现场的执法纪录仪,就是每个警察都有执法纪录仪的视频, 包括审讯做笔录的时候,那个同步的那个录音录像都可以公布出来, 这样才刺激呢,大家觉得是不是? 其实啊,或者想一想,郑文杰这个到深圳嫖娼这个事情呢,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什么很大的一个事情, 出来之后,老老实实工作,回归正常的生活, 选择不声不响,然后呢,老老实实做人, 老老实实生活,或者说销身匿迹, 对他来说,对他的家人来说,其实伤害呢,是最小的, 但是郑文杰根本不懂这个道理, 他估计是脑子门进了水, 然后呢,非要出来胡说八道,丢人现眼, 让自己彻彻底底的身败名裂, 既然郑文杰本人是要这么想的, 那广大网友,包括警方,就成全他, 让他丢人现眼,让他身败名裂, 郑文杰和英国驻香港总领事馆, 其实啊,就是得了这个被迫害的妄想症, 明明是郑文杰自己嫖娼, 非要把这个节奏啊, 往最近的香港暴乱的这个事情上面带, 非要说是中国大陆, 然后呢,因为香港最近的这个暴乱, 开始打击报复英国政府, 这个东西呢,真的非常非常不要脸, 就是想想啊,郑文杰, 这样一个人,这个人啊, 口口声声在电视上表白自己的女朋友, 说自己非常爱的女朋友, 爱自己的家人, 非常珍惜这个家人, 然后呢,说不会做对不起家人的事情, 但是呢,其实是在两周之内, 三次到会所去嫖娼, 那么这个郑三炮的话, 英国政府,你真的能相信这个郑三炮的语言吗? 你真的能相信他的话语吗? 我觉得英国政府啊, 就是被这个郑文杰啊,给忽悠了, 然后呢,给带坏了, 所以呢,相信了郑文杰的这个谎言, 然后呢,出来呢,就是攻击中国政府, 但是,没想到郑文杰呢, 是捏造了这个事实, 所以呢,英国政府被郑文杰忽悠之后呢, 估计也挺恼火的, 英国政府因为在这个事情上, 肯定是丢了脸了嘛, 所以呢,估计对郑文杰呢, 也是非常非常恼火的一个情况, 最后想说啊, 就是有很多网友啊, 还是,他们觉得郑文杰没有嫖娼, 他们还是维护郑文杰的, 所以呢, 我觉得为了让广大网友闭嘴, 就是还深圳警方一个清白, 真的可以考虑有必要公布当天执法纪录仪的视频, 让大家都就是心服口服的相信, 郑文杰真的是在深圳犯了一些, 违反了法律, 然后呢,触犯了治安管理条理, 才会被深圳警方拘留的, 那好吧, 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到这里, 欢迎各位来订阅我的频道, 然后在这个对话框里面留言, 然后各位也可以对这些事情呢, 做一些你认为有可能的技术性分析, 那今天就和各位小伙伴聊到这里, 拜拜。 广 hears 年轻人